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这样子形成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链接的准备了 它的链接的关系很单纯 就是 这个会带动整只脚 这个部分 但是我不要它这样带动 所以把这个link到这个达米脚跟 就是对应的HISOVER都link到它自己对应的那一个达米上面 那这边就有一个要注意的 我上次有提到的 为什么一定要在TOP4窗或PERSPECTIVE4窗做达米 因为会有轴向问题 如果你在 在FON4窗和LAP4窗做达米拿来对 你在link的时候 那个 整个 骨架跟HISOVER会歪掉 所以不要 进逼 不要发生那样的状况 好 现在link完以后 这一个 现在是被这里带动了 然后脚尖的HISOVER也被这里带动 那再下一个动作是把 嗯 脚跟link到脚尖 脚尖link到倒 我看一下 嗯 是这里到这里还是这里到这里 这里到这里 脚尖到脚跟 脚尖到脚跟的话 不对不对不对 反过来 脚跟到脚尖 脚跟到脚尖 所以现在的移动在这里 主要的移动是这一节 好 主要的移动是这一节 我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 转转看 嗯 好 那 所以接下来的走路就是 其实是这里在带动全部的 走路运动 好 那 所以记得 就是HISOVER link到对应的位置上的dummy 好 对好 那 脚尖 link到脚跟的 另一个到脚尖的dummy上 然后呢 我们在还需要新的辅助物件 好 呃 这边建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了 从Top4窗 好 你就随便找个地方先建个 呃 一个矩形就可以了 好 那矩形一个不够 我们需要 呃 两个矩形 其实是需要两个 我看一下 嗯 嗯 从这里建好了 这个四双键 因为我们所在那所隔点 所以比较 呃 你看得到 落地的是这一格 到脚尖其实是这一格 所以我可以直接这样子建 就刚好跟 我要的大小 差不多一致 好 那 然后呢 接着再建一个 呃 大小还可以再调整 所以我直接建立出来 等一下再换位置 这样子 有两个矩形 一个跟 就是 脚的长度一样 一个呢 是从脚尖过来一点点 这个长度就没有影响 呃 矩形呢 右键 我们做一下编辑 让他比较好看 我只是要让他比较好看而已 做点倒脚好了 呃 倒脚不要 右键 直接转成 Editable Spline 可编辑的曲线 前面的两个点 缩放 以中心为中心 缩小一点点 这个这个部分可做可不做 我只是为了等一下比较好辨识而做这个操作 好 然后 都做个tranfer 这样我比较看得清楚他的结构 然后脚尖 因为这是等一下的控制 真正的控制器 所以我会去做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一样做一点点tranfer 比较好看 这个只是为了比较好看 好就这样 然后打开他的 rendering 不需要12个面 他还是线 他还是线 只是 我让他看得到而已 只是这样 可以粗一点 转一下角度 转反了 90 这样比较好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地上有两个这个结构 两个这个结构 或者我让他再更明显一点 你可能会更清楚我要做什么东西 把这个往后面拉 大概到这好了 歪了 右键再转一次corner 因为每一次我们做那种操作 他就会变 变出corner的结构 变出那个bazercorner 所以再转一次 这样就可以了 嗯 好 呃 有没有看到 从他不是上看到 你就会看到一个这样子的结构物件 好 好 因为我做的比较宽 所以还需要一次对齐指令 AUTO A 对齐一下 随便一只脚的结构 我只要对X轴 就是水平对中 再来一次一个 水平对中 关掉收割点 改下颜色 这是这只脚 所以 颜色都改深色 呃 蓝的 然后另一边我就会做一次绿色 所以复制一组 按着Shift 拿出来 OK 好 那随便找个股价对齐 X轴水平 OK 改颜色 好 好 那 这样子 呃 这里 这个才是真正的脚 好 那我先把他link 起来等下再来命名 好 那 呃 link的关系结构呢 又是 呃 看一下 应该是 这一个 要跟着 这里 这个跟着这里 好 我们转转看 所以现在呢 好 这样子 和这样子 好 那但是这样动起来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有一件事情没做 Hierarchy的校正 这个Hierarchy必须在这里 就是 脚跟的地上 那一样 这个Hierarchy的对齐就用对齐指定去对 好 X轴 Pivot对他自己的 Maxima 右边嘛 OK 那这一个呢 这一支 刚刚选错了 对齐他自己 这要对左边 迷你嘛 脚尖的在这里 然后脚跟的 Maxima在后面 可以看到 这个的Pivot在这 脚尖的Pivot在这 这样就行了 这里要做一次好 那 因为刚刚链接的关系 所以我现在在移动的时候会是这样 有脚跟可以踩地面 然后有脚尖 转错方向 好 就是如果 我踩到地面 这是脚尖 好 那 我要脚跟落地的时候是这样 我要脚尖 最后离地的时候是这个方向 好 脚尖是这一节在 控制 所以 头尾就很像我们的Biped的脚印 我有 前面的Pivot的跟后面的Pivot的一样 那就需要设定两个结构 好 那再看一次 Affect Pivot only 对其 Y 轴向 这个方向 因为这个 这个方向的Y就是 往那个方向去 是他的minima OK 那换这只脚 Auto A Pivot对自己 我现在是用对他自己 所以Pivot对本体 的Maxima OK 好 那 然后就可以把 刚刚的主控达米link过来 好 那以后走路的时候是 其实呢 你就可以开始 走路 那要落地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子落地 碰到地面后下一个影格踩下去 要离开地面的时候 这一个 然后 他抬起来以后 抬起来是这个 抬起来以后呢 这一个脚就脚尖就要回到 原位 然后他等一下又要踩下去又是这样 所以会变成好几层的 控制概念 事实上就是跟我们Biped的脚是 一样的 概念 就是 我们之前有在做的话 你应该如果还记得 我们在设Biped的脚的setKey的时候 好 那PlanetKey 这几个 好 定点Key的时候 TCB 我们不是可以调 不是TCB 可以 可以设Pivot 脚尖 脚跟 就是在做这件事 好 就是 其实这里设了半天 只是为了完成 你以前已经用习惯那个预设的功能而已 好 可以 这边杀掉 那 现在这样子 我们完成了两只脚 好